好,好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营养学的课程是要介绍不同年龄时期的一个中医的营养学第二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就要介绍青少年时期的中医时疗 或者是转骨的一个中医时疗 青壮年时期的中医时疗 甚至于会介绍皮肤美容的一个中医时疗介绍 那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会认识了解青少年时期中医时疗 还有认识了解转骨的一个中医时疗 认识并了解青壮年时期的中医时疗 并且认识了解皮肤美容的中医时疗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认识所谓的酸枣仁茶 那这个酸枣仁茶我们会用酸枣仁 胡小麦 炎干草 红枣 把这些药材放在碗中 加了水以后放置在电锅内 外锅呢再加点水 把它蒸熟了以后晚上睡觉前就可以喝 那这个酸枣仁茶 它主要是供给一点热量一点点 那功效是作为一个养心安神 健忘多梦的时候呢 可以吃这个酸枣仁 所以适合那种背太多书啦 或者是考生面临极大压力 会产生不安 不容易睡眠 头昏脑脏 不易睡的考生呢 这个酸枣仁茶是最适合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青春痘错妆的中医食疗 因为青春痘是青春发育期 最常见的皮肤病 主要是毛囊丘症 一个丘状症 或者是说黑头粉刺的 粉刺的一个主要症状 那在现代医学呢 就称为说错疮 中医就认为说是肺蜂粉刺 肺蜂粉刺主要呢 是因为肺经血的一个热熏 睁眼面肌肤 然后呢 可能是因为吃的太过油腻了 造成这个脾胃呢 是属于这种湿热 孕节的情形 那就很容易会有 会感到风邪啊 皮肤呢 以至于发在皮肤上 那青春痘的饮食呢 就应该要采用清淡的 避免高油炸高脂肪 以及刺激性的食物 像油炸类啊 巧克力 咖啡 这些都应该避免的 所以平常应该多喝点水 还有纤维质的蔬菜水果要多摄取 那另外也可以用金银花啦 甘草阴层高 葱茶来喝 它是具有清凉解毒的功效 可以减少青春痘的发生 那艺人 艺人粥也是有这样相同的效果 就是有清热排浓的效果 那可以用艺人跟小米 去一起煮 那它也是提供的营养素呢 就是热量80大卡 那蛋白质呢 是19公克 脂肪3克 这样子的一个热量 是不算多 但是呢 注意它的糖类呢 有175公克 那它的功效主要就是 清热排浓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荷叶冬瓜汤 那荷叶冬瓜汤 直接把鲜嫩的荷叶一张 加上新鲜的冬瓜 500公克 那取这样子的鲜嫩荷叶 切碎了以后 加上这个鲜冬瓜 500公克 切细 加水1000毫升 煮成汤 然后加一点盐 调味 那每天喝个两次的 它的营养成分不多 不会增加很多的热量 但是它的功效是具有 清热解暑 润肺 生津的效果 这个对于青春豆呢 是刚刚开始要长青春豆的人呢 吃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叫冬瓜 荷叶冬瓜汤 来 再来我们介绍绿豆百合汤 它也是经常在被使用的 那因为呢 这个绿豆百合很容易取得 大概就是各四两 各四两 这个四两的绿豆加四两的百合 一起加了这个两公升的水 煮开了以后 加了一点糖水 冰糖 那这样子呢 可以分做两天来喝 这样子是 就是 每次呢 喝一碗这样子 那绿豆百合汤 它有 热量呢 大概有 这样煮下来 大概会有 七百二十大卡 那注意了 就是 因为还是有热量 所以呢 要 稍微节制一点 那 它的功效呢 就是清热 清肺热 然后呢 解热除湿的功能 对于 这个错窗呢 是很有 青春豆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呢 平时 可以吃一些蔬菜 像豆芽菜啊 同蒿菜啊 或者是 冬瓜 丝瓜 苦瓜 薄奇 这些蔬菜 那至于呢 在中药的部分呢 是可以像什么 全 全窗汤啊 琵琶 清肺饮啊 这些搭配的使用呢 疗效就更好 那一般我们把绿豆百合汤当作这个饮料啊 或者是点心来吃呢 对于青春豆的治疗是有效的 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转骨的中医食疗 转骨就是指着儿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在成为成人的一个生理阶段 心理 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变化是很大的 那在这个时期呢 人的器官成长发育 是第二个高峰 也就是转骨中医的食疗 是针对的这样的高峰期 我们呢 就会帮助 帮助儿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 用个转骨中医食疗来协助 那针对这样发育期的儿童 适量的补充这个所需要的一些食疗的话 可以使得他在春夏之际 可以得以蓬勃生长发育 但是注意不要太过早服用这个转骨方 因为呢 吃这种吃这种体质不合的药膳 或者是过早服用这个转骨方 不仅没有办法使得猝食长高 而且可能造成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引发性早熟的问题 所以小心转骨方也不是随便吃 要看时机 那一般呢 女生用在女生的话 大概就是12到13岁 可以适合用这个转骨方的 那转骨方的使用时机呢 女生就是12到13岁左右呢 刚那时候刚刚月经已经开始 刚来的时候 男生呢 则在青春期开始变生了 声音有变 大概在国二的时候服用 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年龄 最好呢 就要根据真正自己的体质 来使用 来决定 那使用这种转骨方呢 他目的就是要促进骨骼的发育 这样的一个药膳 可以帮助 孩童的成长 那这样的发育期呢 可以给这些补气健脾的一些药膳 中医认为发育期应该注重 肾气跟这个脾胃的一个调养 因为人的一生在发育 以及成长的一个主导呢 就是一个肾气的一个盈亏 也就是说肾气是足够的 如果肾气足够 那么他的成长就会快速 那会正常 趋于正常 那对于肾主要呢 他就是肾足骨 也就是说肾脏是管骨头的 发育成长的这样的观念 已经提示我们说 转骨发育是应该要先补充肾气 这是有相当的关系 好 那在补肾气跟肾阳的药物呢 我们就会着重说 好 那要转骨 我们就要注意补肾气跟肾阳的药物 那到底有哪些是主 主攻这个肾气跟肾阳的呢 像山药 还有续断 肚种 冬虫下草 索羊 肉虫绒 这些都是 那对于脾胃 以及营养的这种吸收维系的一个生命的存在 脾胃 是气血深化的资源 所以发育期应该就要给予补气 健脾药 健脾 补气健脾的这种药材 比如说黄蟹 党生 茯林 白树 那养血活血的药材 像当归穿穹 穿漆 以及大枣 单身 这些呢 如果能够配上这些 再加上龙骨 牡蛎 阿胶 这些可以提供钙质跟胶质 那么在帮助转骨呢 就会有很大的效果 那另外我们介绍一下 生命健骨 瘦肉粥 那这个材料呢 主要是由党生 胡林 木瓜 食符 以及杜仲 生姜 肉丝 还有这个大骨 高汤等等 加了一杯的米 这样子是算作三天份的这个用量 那把这些药材放在药袋的时候 加了十杯的水 那利用这个大火 把它煮滚 然后再转为小火 大概煮一个小时以后 取药汁加入高汤跟米 熬煮变成粥了以后 最后加入这些肉丝跟盐 煮熟了以后呢 就是很可以吃 尤其是生命健骨 瘦肉粥 它可以使得这个转骨会做得很好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热量大概是有 就有一些热量跟这个 有蛋白质糖类这一些 那它的功效呢 就是健脾补气 明目健骨 所以呢 通常是通常用在面黄肌瘦啊 尾黄不滑 就是脸色没有光泽 食欲不振 然后非常容易疲劳 没有力气 势力减退 体格瘦小 这都是属于气虚的人呢 就可以吃这个生命健骨瘦肉粥 那另外 知音麦茶呢 是含有 玉竹 勤酒 枸杞 麦芽 这些 那可以用冰糖来调味 那是加这个以上的这些药材呢 食材 加上水 煮了大概45分钟以后过滤 加上冰糖 就可以把它当作茶来饮用 称为知音麦茶 那知音麦茶它的营养成分就是 含有热量50大卡左右 那它的功效呢 就是可以健脾开胃 健脾开胃 所以呢 有知音通便 强壮骨骼 适用于 适用于那个口唇呢 这个口 口唇感觉很红啊 但是呢 却是口臭的这种情形 或者是口 口干舌燥的这种现象 食欲不佳 大便非常干燥 体格瘦小 虚火很旺的这种体质的呢 就可以吃这种知音麦茶 那对于南方 南的一个转骨方 南的转骨方向它的材料 我们就可以用像杜仲茜石 山药 川七 牡蛎 还有索羊 艺人 这一些 那注意哦 这是南的转骨方 所以我们会用小公鸡一只 来搭配 用麻油酒 老姜 麻油 还有老姜 用小公鸡搭配 好 那南的转骨方 就是先把这个刚以上的食材药材呢 就是用麻油炒香了以后 就是把这个老姜跟这个公鸡炒香 先炒香了以后 加入适量的水跟酒 蹲了一个小时 那再把这些药材食材一起放入 一起蹲 那一共呢 刚前面的药材 可以吃个三到五天吃完 每天 每一周呢 就吃这么一次 哎 应该说 吃这么一剂 那每周吃这么一剂呢 就是一共服了八道 六到八剂 就分做这个 就每周吃一剂 然后分做六大 一共要采用六到八剂的食用 那这个营养成分呢 提供的热量是2500大卡的 注意胆固醇呢 大概有740毫克左右 那这个功效就是要协助男生 作为一个转骨的一个食疗 那女的转骨方呢 她的材料呢 就是川七啊 大精英啊 小精英 再加上这个红花 冬虫下草 结梗 这些 那也有肚种 那用的呢 就是用小母鸡 小母鸡一只 大概有1000公克以上 那可以用一点麻油 还有一点酒 这样子 那先把麻油呢 就是把老姜跟母鸡 炒香了以后 加入酒跟水 先蹲个一个小时 那这个 蹲好了以后呢 就是可以放着 三到五天内 把它吃完 每周呢 这个吃一剂 一共服个六到八剂呢 就OK了 那女孩子呢 遇到旌旗呢 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服用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的部分 那因为营养成分 热量提供了2500大卡 那蛋白质呢 有160克 那脂肪有200公克 糖链呢 15公克 胆固醇呢 有740毫克哦 要小心 所以呢 女生的转骨食疗方部分哦 要注意一共 吃个六到八剂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于旌旗 的期间呢 就要停止服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保眼的中医食疗 那对于近视 主要原因就是 长时间在近距离 阅读或者是工作 光线不当 或者是不足 使得眼轴过长 或者是角膜弧度太弯 使得光线进入眼内 无法在一个视网膜上 形成焦点 而落在视网膜之前 我们就称为有近视 那他的症状 就是没有办法看清楚 比较远距离的一些事物 那像冬虫保眼汤 它呢 它材料是有枸杞啊 冬虫下草 西洋参这些 那可以用鸡腿来搭配 或者是鲍鱼鲍鱼鸡腿来搭配 那这个做法 就是把这些药材啊 枸杞红枣拿掉之外 因为枸杞红枣是一个配色 看起来就比较可口好吃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后面再放 那至于其他的药材 可以先煮 煮熟了以后呢 过滤 煮熟30分钟 蹲了以后过滤 把那个滤汁呢 剩下来跟鲍鱼 还有跟那个刷干净的鲍鱼 还有鸡腿 一起再煮 那这个过程中呢 在最后呢 才放枸杞跟红枣 可以用电锅的蹲煮 最后调味 加盐调味就可以了 我们称为冬虫保眼汤 它的营养成分呢 供给了热量340卡 蛋白质呢 有40克左右 那它重点呢 就是说它的效 功效就是能够滋补肝肾 明目养生 适合于小孩子的那种假性近视 或者是四例的一个宝剑 接下来我们介绍鲍鱼粥 鲍鱼呢 它的材料就是有枸杞啊 或者是罐头一粒 这样子 还有鸡胸 白糯米 还有一些白米这些 最后呢 我们可以加点糖盐来调味 那这个糯米呢 本身跟白米洗净了以后 用水浸泡 把鲍鱼切细丁 鸡胸肉剁细 然后呢 加盐跟太白粉 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 放在瓦斯炉上 可以用 先用大火烧开以后 转成小火 煮个一个小时 可以加入枸杞 鸡胸肉 或者是盐 那煮个20分钟就可以了 这叫鲍鱼粥 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热量呢 有900大卡左右 蛋白质提供了40克 那糖类呢 有180公克左右的 那胆固醇呢 30毫克 它的功效呢 是用在保肝明目 对小孩子的保眼呢 一个药膳是很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些 防癌的一个小偏方 比如说防癌 番茄小排 它主要呢 就是有猪小排 一斤的猪小排 再加上两根胡萝卜 还有马铃薯三个 洋葱两个 那加上番茄汁 150毫升的番茄汁 加一点豆苗 这个煮下来算是十人份的一个防癌 番茄小排 那它的做法就是先把这些小排洗干净了以后 用水汆烫去腥 再来就是把胡萝卜 切了以后跟马铃薯 洋葱 再加上这个番茄汁 放在电锅里面 焖煮 焖煮之后呢 最后装到这个汤盘中 将这个烫过的豆苗排在上面 看起来就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防癌保养药方哦 那这样的一个防 防癌番茄小排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热量呢 有2600大卡 蛋白质呢 就有140克左右 脂肪呢 123克 糖类呢 有235克 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β胡萝卜素 还有洋葱本身一个天然的甜味剂 能够防止正常细胞的突变 所以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 那另外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减肥的一些中医食疗 理想上呢 每天最好减个500大卡 就是估算自己的理想体重 减少的体重呢 大概就是每周可以少个0.5公斤 采用这样的饮食疗法 首先就是根据理想体重来计算热量 然后再减去500大卡 也可以 那每天呢 就是要摄取这样的 减掉500大卡的热量呢 就会慢慢的就会知道说 可以一个礼拜少掉0.5公斤哦 好 那这个减肥的中医食疗部分呢 就是除了可以消脂利尿之外 更注意要能够清热 所以我们呢 这个身体代谢的功能呢 要让它能够恢复正常 所使用的药材 像绝敏脂 它就是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还可以促进通便 那绿茶呢 也可以消脂 可以这个消食哦 那就是减少 减少这个吃的食量 那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也有这个抗癌的作用 那绿茶呢 就是很好的一个抗癌的一个物质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黄芪补中益气 因为呢 气虚的人 他使得皮的运作会不正常 如果把气补足了 身体的机能自然就恢复正常 那这个恢复正常呢 代谢就正常 这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瘦下来 所以应该要先达到 这个理想体重啊 体型的时候呢 应该是用健脾的做法 用补气的 气补足了 正常代谢 就会控制好这个体重体型 那黄芪补中益气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用了这个益人 益人 他的性质很温和 效果是不快 那多半呢 能够搭配其他的药材 或食材一起食用 比如说黄芪 它是一个补中益气 是沥水退肿 黄芪虽然没有降脂啊 这样明显的减肥作用 但是呢 在中医辩证的理论里面 黄芪 他是补那个气虚的人呢 需要补气可以多吃一些黄芪 可以增加身体的代谢效率 也就是说黄芪就可以增加免疫力 也会有减重的效果 那另外所谓的狐芪补皮可以降血糖 镇静 补气 那折蟹呢 是沥湿 沥尿 但是不能单独大量的使用 而狐芪呢 他是补皮 又沥尿 他性质呢 比较平和 又可以降血糖 镇静 补气 增强免疫功能 如果要长期使用呢 那比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一般我们呢 要梳理这样的气的运行 是在肝 我们在肝的地方做这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梳理气的运行 是要顺畅他整个系统 也就是在肝的这个部分哦 因为肝如果郁闷呢 就会毁皮 所以呢 消化代谢就会不完全 自然呢 就会很容易变胖 而且呢 都是以年轻人居多 常常看到这样的症状的 因为他会很容易胸闷 肚子发胀 情绪呢 很容易起伏不定 最后就会导致所谓的 月经失调的现象 那沉皮呢 是可以帮助人们的消化 常用沉皮 帮助人们消化去谈理气 那单独来使用减肥呢 效果虽然不强 那玫瑰花呢 玫瑰花茶也可以作为理气的一个作用 它的互作用都不大 理气的效果是为主的 但是最好能够搭配其他的减肥药材呢 效果就更好 好 那防治单纯性的肥胖 常常用的药物就是有六大类 一种就是蟹下消倒的像大黄三渣 那去坛化卓的像半夏成皮 活血化淤的像川穹一亩草 那这个沥水盛丝的这个像荷叶狐灵 那健脾益气的像黄鳍白树 那阳血之音的呢 就像河首屋当归地皇枸杞灯 那玉米狐灵粥 我们就可以用玉仁跟狐灵啊 跟米呢一起煮 跟鸡肉煮成粥 那一般呢 这个狐灵 玉仁狐灵粥呢 它呢可以经过过 把这个玉仁过滤加水 跟大火加热以后 慢慢地用小火煮到可以压扁 玉仁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玉仁煮熟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入这个肉 鸡肉 煮过的玉仁呢 煮过的玉仁可以跟米合并 然后呢再加上胡苓跟香菇 就可以做成粥状的一个 玉仁胡苓粥 它的营养成分 大概可以提供到1600大卡 然后呢蛋白质是55克 那这个玉仁的跟胡苓的一个 健脾除湿的效果 是很显著的 那另外还有山楂粥 山楂呢可以用来 就是跟这个鸡胸肉啊 米啊香菇一起煮 那这样的山楂粥煮了以后 它的功效就是 山楂可以降血脂 降胆固醇 是减肥的一个食疗方 那另外呢有赤豆鲤鱼 也就是用红豆 橙皮鲤鱼 这样子一起煮 那加一点生姜啊 葱啊辣椒 这样子一个调味以后 注意哦 这个橙皮我们可以 塞在鱼肚子里面 然后用砂锅这样蹲煮 那生姜放个三片 用蒸笼蒸煮 那鲤鱼熟了 然后再加上姜丝 葱丝 辣椒丝等 那这个赤豆鲤鱼呢 本身陈皮是用于刺激消化道 有利于胃肠的机器排出 更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有助于消化 所以鲤鱼本身有 健胃力水消肿的效果 那有关皮肤美容的 中医食疗部分呢 就是在40岁以上的人 皮肤呢就不会再生了 会有老化加速的现象 很容易产生皱纹 皮肤干燥 尤其皮肤的胶原 蛋白弹力纤维等 都会减少 需要全面的补救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予 促进细胞生长修补的 一些食疗方 那在中医的这个食疗方里面 基础就是利用食物跟药材 不同的这个食物跟药材 做成所谓中医食疗 那他们所根据的方法 使用的方法不同 有分作内服跟外用两种 那牛乳呢 本身它就是属于内服化 因为呢 内服化主要是在内部造成 这个内 五脏内服能够平衡 调理气血筋弱 那外用呢 就是要活化器官 所以在整个饮食美容中呢 就被广幻的利用 比如说喝牛奶 可以滋润皮肤 使得皮肤细嫩光滑 那肥胖的人呢 他呢 就应该多喝一点茶 多吃一些黄瓜 冬瓜这些食物 可以帮忙减肥 那对于这个桑胜啊 黑芝麻呢 对于这个头发 黑啊 乌溜的头发 就是非常有功效的 就是桑胜跟黑芝麻 尤其对于 就是找白的那种 就头发 年轻的时候就有白发的呢 可以 或许可以用 桑胜跟黑芝麻 试试看 那对于外用的方法呢 就是说 食物呢 或者是药材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制 像鸡蛋呢 但那个蛋白 可以拿来做 做敷脸用 可以做防止脸的皱纹等等 那另外呢 还可以用像猪脚啊 桑皮啊 桑白皮啊 以及白狐灵等 做成 或者是玉竹啊 做成的一些 可以一个 作为润肤 润肤效果的 洗手啊 洗脸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例题 像例题 考生面临极大压力 建议呢 吃哪些食物 可以作为 疏解压力的呢 一般呢 我们就是建议呢 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避免油煎油炸的 这个油腻的食物比较好 那 还有呢 我们对于男生女生转骨 中医食疗有一些食材的差异 这边呢 特别提醒的 男生一般我们用这个小公鸡 那女生呢 就用小母鸡来做一个 敦补 敦补药材的部分 所以这个呢 都是男生女生转骨方 在中医食疗有一些 不同的一个 放的一个食材的部分 有差异的 要特别小心注意 那对于治疗青春痘的饮食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因为青春痘通常都是吃得太油腻 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黄瓜 苦瓜这些或是丝瓜这些来 避免治疗青春痘的 那此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 你可以寻找一些答案 在例题三呢 我们就让同学自己回头看看 好 那例题四 就是饮食的 就美容的饮食中 有哪些食物 那比如说 在建议上呢 我们认为吃一些 会让头发变黑的啊 像 像这个桑胜啊 芝麻啊 这些就是会让头发变黑 然后呢 用蛋清 敷脸 可以让这个皱纹减少 那至于其他的美白的那些食材呢 等一下请同学回头再看看这些 叫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部分 让同学自己再找找看这个答案哦 好 那本章的一个总结跟回顾 也就是说我们在本章的一个章节里面 已经做了一些说明 让同学了解认识青少年时期的一个中医食疗 也认识了一些转古方 尤其呢 男生的转古方 我们注意用的食材是用小公鸡 女生的呢 转古方里面 我们家的用的一个食材呢 是小母鸡 那而且里面有一些这个食材 比如说女生的红花就会 量会比较多 那男生呢 可能就会用一些索羊啊 这样的一个药材来做一个转古的 那认识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材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慢慢的把这个 这个课程中呢 已经有慢慢说明清楚 那同学可以再回头看一看这个内容 做一个回顾跟总结的部分呢 我们也说明了皮肤美容的中医食材里面 我们会像利用这个蛋清来做敷脸 或者是吃一些伤肾啊 黑芝麻让头头发变黑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让皮肤美容的一些好处的一个中医食材 那以上我们做这些总结跟回顾 这些总结跟皮肤美容的中医生